101年天平台风 从中央山脉沿北南溪滚落的红块漂流木 经过宫东高宫学生的巧艺 如今变成风格独特的原木家具 台东领馆处去年将红块漂流木 赠送给宫东高宫当作木工练习使用 而校方为了表达感谢 也将加工后的原木桌回赠给领馆处 同时也促成了双方未来合作的机会 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宫东他们又 木工科又重新招生了 他们迫切的需要一些木材的材料 那红块是最一级木 是非常棒的一个木材 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 宫东他们想要去运用 我们的国产的一个红块的木头 来在木工上面 在家具上面去做一些去运用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台东领馆处表示 宫东高宫去年荣获了家具木工 世界比赛金牌殊荣 为了培育更多优秀的木工选手 领馆处也将无限量提供材料 让学生使用 减轻师生购买材料的负担 他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正常训练的材料 正在苦恼的时候 林务局就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飘零木的使用 这学校以前从来没有 因为我们都做精致家具 那这个部分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发现孩子们 其实有创意的东西 会激发他们创意 然后也挑战他们 这是我们未来可能另外一个 除了精致家具 另外要发展的一条路 校长表示木工科学生 大都拥有原住民身份 丰富的创意与想象力 让他们在木工的表现上 具有国际竞争力 未来希望培育更多的木工人才 打造台东成为木工家具 制造业的重要城市 原事新闻文贵家具 台东市采访报导 大都拥有金竞争力 数换